经理经理 你有病啊 我真的好好的 他的病就要走了 你还有些事开玩笑吗 那甲方都跑路了 经理 你站住一遍 甲方跑路了 房子快封顶了 你跟我说跑路了 经理你跑什么 跑路啊 那功能工资怎么办呢 这什么 功能工资怎么办呢 上一句 甲方跑路了呀 愣着干嘛 追他呀 怎么办呢经理 这里都搬空了 怎么办呢 我们刚风亭的楼里多高啊 32周的 不知道风亭能不能挂我 双喜 哎经理 这里有个地址 是 我们追 好 文总 你好自在啊 小花 你怎么来了吗 做做做 做就不用了 哎 你想刷掉了什么东西啊 没有啊 你不要的脸掉地上了 小花 什么意思嘛你 你也不要脸啊 人家你当老板 人家我买车买房 那些工友们不该被你压榨啊 没错不必 那你这工程部什么意思嘛 真的吗 不装了 他买了好吗 随便你去哪里告我 你看我账上有没钱就完了 定位已经发给你们了好 我警告你们 不要做出违法的事情 只要每天轮流 问候一下文童就行 我相信只要跟他们在了一天 你们的工程馆绝地要到 你这是什么意思吗 你 你良心还没长耳朵啊 我们人没有跟你们拜早年 我倒是看一下你发发红包 经理咱们就这样走啊 你知道什么人不怕招报应吗 没良心的 不对 是不害怕的人 光脚不怕穿鞋的 你觉得现在文总他怕不怕 支付宝到账100万元 有关破网恶网恶网女歌